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扶持扶驱 晚期思矣 他人是鱼 山有考 席有纽 子有亭内 扶洒扶扫 子有中谷 扶谷扶考 晚期思矣 他人是宝 山有期 喜有利 子有九时 何不日五色 且已喜乐 且已永日 晚期思矣 他人入世 诗经 国风 唐风 山有书 白话解释 唐风 山有书 毛诗旭 山有书 赐晋昭公也 不能修道 以正齐国 有才不能用 有中谷 不能以自乐 有朝廷 不能洒扫 正荒民散 将亦为王 四林谋取其国家 而不知 国人作诗以赐之也 晋昭公 将屈卧 封给桓叔 晋国分裂 晋昭公 晋昭公 为晋昭侯还书 历史建于 史记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左传《还公二年》 唐风 山有书 描述大好江山 三祖良才 起信鞠马一长 朝廷忠古 九十秦瑟 一派堂皇 然而国君 不能修道 以正齐国 如同虚位 不能正用 山芋欲来 内忧外患 美酒色悦 何可久长 诗人如焚忧心 溢于言表 可谓精湛史诗作品 读者可以由此进入史记作传 品味诗与历史 互相串联之灰映 山上高处有书 山下诗地有鱼 国君徒有锦衣划长 不脱衣 不迁蹄 国君徒有良鱼 国君徒有良鞠 俊马 国君徒有良鞠 俊马 不驰策 国君徒有良鞠 俊马 不驰策 国君徒有良鞠 俊马 不驰策 山上高处有鞏 山下诗地有鞠 国君徒有朝廷内院 不洒扫 不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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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